美股最近再次群魔乱舞 短线暴涨股重出江湖 想要轻松捕捉这样的牛股 同时又想安全离场 只要认真看完今天的视频 牢记三大基因和四大模型 不管是新手小白 还是股市老手 都能迅速变成短线高手 建议点赞收藏 多看几遍 接下来我们直接上干货 今天视频的主讲内容有三个部分 第一点短线暴涨股的三大基因 第二个部分短线暴涨买点的四大模型 第三交易腰股安全离场的秘诀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短线暴涨股的三大基因 第一条持续高于五天均线 第二条持续小阳线 经常有上下影线 第三成交活跃换手率高 今天的视频我们只谈论技术分析的短线暴涨股的基因和一些模型 不讨论炒作概念 消息等要素 首先来看一下 这是美股 AI在2023年1月4日到2月3日的日K线图 图中就符合短线暴涨股的基因 首先图中的紫色均线就是短线交易的黄金交易线五天均线 大量时间均线的方向都是向上的 而且持续很长时间 每根蜡烛收盘都高于五天均线 这是我们想起了今年的特斯拉 两次持续大涨都保持20天以上连续高于五天均线 第二条 持续小阳线经常有上下影线 这其实代表了多方的持续上攻的能力 而且比较低调 也许正在酝酿随后的一根大阳线或者是短线暴涨 第三成交活跃换手率高 真正的短线暴涨股并不需要成交量一定很大 但绝对要跟它的流通盘相比较比例比较高 也就是换手率比较高 因为换手率比较高 代表这只股票所有流通盘较高比例参与了交易 这样的股票往往容易产生大的暴涨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AI的图表 结合下面的成交量 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一段都是小阳线贴着五天均线 低调的缓慢的上涨 成交量并没有特殊的变化 但是在图中的这个位置 这一天右侧的换手率当天达到了21.44% 成交量放大自然会使换手率变得很高 这一天的涨幅达到了惊人的17% 而随后持续的上涨累计涨幅达到将近百分之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第三条成交活跃很重要 而成交活跃不是单独比成交量多少 而是要看换手率高还是低 一般来说小股低价股 日换手率达到5%以上已经是比较活跃了 但由于有些腰股甚至是超级活跃股 它的换手率每天可以保证在7%以上 所以一旦有一些炒作概念或者热点轮换 还能保持每天高于5天均线之上 换手率持续高于7% 像图中的AI这一天达到21% 这已经是非常高了 这样的股票往往会给投机客带来短线的快速暴利 再来看一下Coinbase 在今年的6月2日到7月12日这段走势 明显前面的小阳线贴着五天均线 很多上影线和下影线代表多方持续上攻能力较强 很有耐力 但是却没有爆发 随后在这根阳线出现了成交量明显放大 换手率当天达到11% 明显高于5% 也高于7% 进入腰股的行列 当天的涨幅达到6.9% 随后还有至少一二三根日K线 单日涨幅达到7%以上 甚至超过10% 再来看一下电动车股 RIVN在6月9日到7月12日走势 基本上每根蜡烛都是高于五天均线的 图中的初始阶段三根小阳线都有上下影线 并且贴着五天均线 而随后的第四根阳线成交量明显放大 它的换手率就达到了8.6% 明显高于腰股的日换手率7% 当天涨幅达到17% 而随后的上涨也相当强劲 可见换手率高成交活跃是腰股启动的必要标志 而前面的高于五天均线有上下影线持续小阳线 也是我们常见的标准 但是换手率确实特别重要 看完了以上的短线暴涨股的基因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短线暴涨买点的四大模型 第一出生牛犊不怕虎 第二一羊穿三线 第三羊入虎口 第四小羊不断必有大羊 以上的这四个模型都是我经过实战中总结出来的 高概率短线暴涨买点 今天我会直接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希望你能够多多帮我点赞转发 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的四大模型分享内容 我们依然是只考虑技术分析的条件走势 关于炒作概念消息并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首先什么叫做出生牛犊不怕虎呢 所谓的出生牛犊不怕虎指的是在市场处于明显上升趋势 赚钱效应很高时 往往对于新股次新股 IPO股有很强的赚钱效应 当然不仅是在2020年市场有超强的新股次新股的赚钱效应 哪怕是去年2022年仍然在美股出现了超级妖股 HKD 这也是一个出生牛犊不怕虎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只股票从7月15日到8月2日一共不到三周的时间 股价由12美金多一点涨到了最高2555美金 是的 你没有听错这是真实的新股一上市之后的狂拉表现 那么什么叫新股呢 新股一般指上市时间小于半年的股票 什么叫次新股呢 上市时间小于两年但超过半年的股票 例如如果你在2020年年初做未来汽车 未来汽车就属于次新股 因为它的上市时间是小于两年但是长于半年的 随后未来汽车也确实翻了将近20倍 关于出生牛犊不怕虎 我们一般在做这个模型时要考虑大势的状态 以及技术面的五天均线和六彩神龙 这里重点提醒你 新股次新股 如果在市场环境配合时结合六彩神龙 那一定会达到最佳效果 可以说六彩神龙在新股和次新股上赚钱的效果 要比其他股票更好 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从这根阳线一根大阳线上穿五天均线 随后每天收盘价都高于五天均线 而且红柱每天都高于紫线 并且红柱高于50 随后出现了最高点的高开低走乌云盖顶 以及随后的跌破五天均线 当然我举的案例确实可能是新股暴涨的巅峰 大家当然还能看到很多类似的案例 在过去的每一个牛市阶段 当然最近的美股以及未来 会不会出现更多的出生牛犊不怕虎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模型 一阳穿三线 一阳穿三线往往会帮助股民抓到短线飙涨的股票 因为这里是一个爆发临界点 为什么是爆发临界点呢 因为他用了五十二十一三根均线 在日线图上 如果看到Coinbase在今年1月9日出现了一根阳线 直接上穿三根均线的走势 就是短线暴涨模型 一阳穿三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前一根蜡烛收盘明显低于三根均线 但第二天收盘直接高于三根均线 并且下面的神龙红柱上穿了紫线 这也代表大资金红柱开始增加启动 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持续上涨以及短线飙涨 第三个模型 阳入虎口 什么叫阳入虎口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缺口本身是具有支撑和阻力的 在下降趋势的后半段 如果出现大大的向下跳空缺口 随后股价震荡筑底 往往这个大缺口在未来会变成一个小阻力 也就是我们直播间经常提到的大机会 不管你是看到Facebook最近的持续上涨 因为它在大缺口区间范围内持续上涨 而真正的阳入虎口指的是向中兴通讯 在19年2月13日的走势 这里有一根大阳线 之前股价经过一次两次三次试探 这个大型缺口的下涨蛋都已失败告终 而途中的第四次也就是这根大阳线 直接成功的突破了缺口下涨的阻力 进入到缺口的真空区间 随后就产生了一轮快速飙涨 这就是阳入虎口 虎口指的是下降趋势 末期的大大的缺口 阳线指的就是强势阳线 强势进入了缺口的区间 所以才会带来阳入虎口的大幅机会 第四条小阳不断必有大阳 什么叫小阳不断必有大阳呢 我们一定听过三个白武士 这样的日本经典蜡烛形态 在实战中 有的时候可能是连续三根阳线 或者四根阳线 甚至五根小阳线 例如刚刚我们谈到的AI 不仅在一月份有一个漂亮的暴涨 在今年的4月14日到5月30日 再次出现一个漂亮的上涨 而途中在暴涨启动之前 同样出现了 一二三四五连续五根小阳线 我们说连续三根小阳线 就已经是三个白武士 而途中至少连续五个阳线 根据经典的口诀 金波五阳短线很强 途中大量的时间阳线是高于五天均线 并且具备上影线和下影线 并且很难跌破五天均线 随后在这个位置出现了大阳线并且放量 当天的换手率达到了45% 这实在是太惊人了 要知道45%的换手率代表了该支股票 所有的流通股票有45%当天参与了交易 所以不仅当天大涨23.4% 随后的持续这一段上涨过程中 只要价格高于五天均线 很多日K线涨幅都超过10% 甚至有的超过30% 甚至50% 这就是短线暴力的魅力 我知道市场不可能一直处在群魔乱舞的状态 我也知道大家在操作低价股时 做中短线投机很危险 但是只有你提前知道了它很危险 并能控制仓位控制成本 当然也可以适当操作 那么在实战中 除了掌握以上的三大基因和四大模型 还应该注意哪些交易腰股的离场秘诀呢 我们要提醒你 只要你知道该股票属于低价股 小股 那么基本面一定是很难长期去持有和相信的 我们就应该注意以下的四个要点 第一一定要一直保持盯盘 这跟我们平时做大型科技股和中长线 波段交易是不一样的 第二点最晚最晚 收盘价明显跌破五日均线必须止损 第三最好能够提前设立好止盈位 也就是说你如果赚到了30% 20%已经可以离场 没必要纠结 要不要拿到最后 要不要全赚到 本身也是投机 第四点 如果当你的盈利达到一定比例时 你又想继续持有 但又担心很危险 这时可以先把本金卖掉 这样保证安全 让利润去随着后面的上涨和下跌奔跑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护自己 至少不会亏损 看完了以上内容 相信大家对于短线暴涨股的交易和模型 以及离场的秘诀 有了一定的理解 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张鹿老师 关注转发加点赞 下期精彩持续看